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为何赐予了人类诫命 律力和法度呢? 上帝不会毫无意义地去做任何一件事 所有的事都有上帝的旨意 上帝为何赐予人类诫命呢? 我们在《生命纪》十章中来寻找一下答案 看十章十二节话语 以色列啊 现在 耶和华你上帝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性 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 律力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我要叫你得福 这里说 上帝赐予人类神圣的吩咐 和律力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为了叫我们得福 而赐予了所有的吩咐 虽然 我们在这地上短暂的生活中 得到的祝福也是福 但上帝所要赐予的福 却是永远的福 说上帝为了叫我们永远得福 而赐予了什么呢? 赐予了上帝的律力 典章和上帝神圣的命令 因为今天的话语题目是 节期和上帝的诫命 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节期才行 节期就是上帝的诫命 我们首先来查看一下 有关遵守节期的西安的内容 上帝说 他是为了叫我们得福 才赐予了诫命 关于上帝的诫命 节期 我们通过以赛亚书 三十三章二十节的教导 来查看一下 你要看西安 我们守圣洁的城 你的眼 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 为不挪以的帐幕 绝字永不拔出 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在那里 耶和华 那里指的就是西安是吧 在西安 必显威严 与我们同在 在那里 被称为我们的人 就是遵守节期的人不是吗 谁与遵守节期的百姓们同在呢 上帝 在哪里呢 在西安 与百姓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 其中 并没有荡江 摇鲁的船来往 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因为耶和华 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 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 是我们的王 上帝最终会赐予我们 什么礼物呢 救恩的礼物 因此 《生命纪》十章中说 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得福 才吩咐我们遵守律理 典章和法度 不愿意得上帝 所预备的永恒幸福的人 最终 只能进入地狱或湖里 所以 我们要好好遵守 上帝所吩咐的节期 并懂得珍惜才行 上帝以此为目标 建立了遵守节气的喜安 请一起翻开诗篇一百零二篇 看一百零二篇十二节话语 为你耶和华 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 也存到万代 你必起来连续喜安 因现在 是可怜他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 原来喜悦他的石头 可怜他的尘土 列国 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说耶和华建造了什么呢 建造西安的人 就是我们的上帝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上帝建造了西安 并命名遵守节气的地方为西安 并预定在那里 是与上帝所预备好的救恩 那么 首先来查看一下 我们需要遵守的三次节气 从而认识一下 原来遵守这种节气的地方 就是西安的事实吧 一起看一下 利未及二十三章 一节话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裕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气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气 六日要做功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当有圣会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我们现在正遵守的安息日 也是一个节气 可以说 这是每周都要遵守的周间节气 然后 就是我们每年都要遵守的年间节气 看四节 耶和华的节气 就是你们到了日期 要宣告为圣会的 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一月节 在节气中 最先提到了一月节 看六节话语 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什么呢 五教节 有五教节节气 你们要吃五教饼七日 看七节话语 第一日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计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日是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育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 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使你们得蒙悦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这捆摇一摇 因为是将初熟的果实 作为摇祭祭物 献给上帝的日子 所以上帝将初识节 赐给了以色列百姓 初熟的果子 始终都是献给上帝的 因此上帝在五教节后 赐予了初十节 接下来十五节开始 就是七七节 其后就是秋季节期 七月初一 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脚做纪念 当有圣会 即出现了吹脚做纪念的 吹脚节 看二十六节话语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 作为赦免我们罪的恩典之日 从二十七节开始 记录了大赎罪日节期 看三十三节话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这七月十五日是祝鹏节 上帝在历位纪二十三章中 一一列举了三次七个节期 对于遵守这七个节期的地方 圣经中称为西安 并说 在这遵守节期的西安中 上帝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 不仅如此 上帝还让居在那里的百姓们 批带什么呢 小玉说 会给他们批带旧恩 所以我们始终都重视上帝 所赐予的安息日节期 也重视每年都遵守的 七个节期 现今除了上帝的教会 还有遵守安息日和七个节期的地方吗 没有 为什么呢 上帝曾说 必显威严与在西安中 遵守节期的百姓们同在 全世界众多教会 嘴上说相信上帝 却不遵守节期 不遵守安息日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之所以不遵守节期和安息日 是因为上帝不在他们中间 有安息日 还有雨月节 有三次七个节期 那里还有埃罗西姆上帝 若是这样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犹豫的理由 经上说我们不能犹豫 那么上帝为何赐予了这种节期呢 就像我们在生命纪十章中看到的内容一样 记录说 这都是为要叫你得福 我们通过耶利米书四章来确认一下 节期中包含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 看四章一节话语 耶和华说 以色列阿 你若回来归向我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 你就不被迁移 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 也必因他夸耀 看五节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 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脚 高声呼叫说 你们当聚集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坚固城是哪里呢 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 要逃避 不要吃盐 上帝在圣经预言中所指定的 要毫不犹豫进去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西安 我们通过圣经确认 西安就是遵守节期的地方 而且还通过历位纪二十三章 已经确认了都有哪些节期 那么照着上帝的吩咐 遵守年间节期一月节 五教节初十节 七七节大数最日 祝鹏节的教会 是什么教会呢 请去确认和调查一下 是哪个教会吧 没有上帝诫命的其他所有教会 在遵守什么诫命呢 遵守人的诫命 上帝正在呼唤说 我的民啊 要从那里出来 要正确寻找上帝的真理才行 他们自称在敬畏上帝 可是却在做枉然的敬拜 所以上帝对此感到很遗憾 一起看一下 马太福音十五章七节话语 假冒为善的人啊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 即拜上帝也怎样呢 也是枉然 他们虽然在呼喊说 主啊 主啊 也在祈祷 也具备了类似的仪式和礼拜的样子 但在他们的教导中 其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人的诫命 人的吩咐在统治和支配他们的精神世界 要有上帝的诫命才行 我们要称为居在上帝诫命中的人才行 不是吗 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来到这地上 斥责法利塞人和文士时 对此问题进行了指责 一起看一下 马可福音七章六节的教导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 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对于他们的敬拜 上帝说是枉然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枉然 是指他们的行为 无法得救的意思是吧 看八截 你们是怎样呢 仔细观察会发现 他们离弃上帝的诫命 说他们在拘守谁的遗传呢 拘守人的遗传 看九节话语 又说你们诚然是怎样的呢 废弃上帝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这是说你们怎能如此轻易地 舍弃上帝的诫命呢 不仅耶稣曾遵守 彼得也遵守 保罗约翰也都遵守 可是他们从逾越节开始到安息日 舍弃所有诫命 而遵守什么呢 上帝说你们怎能为了守人的诫命 而残忍地舍弃上帝的诫命呢 因他们这样做 最终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呢 枉然敬拜上帝的结果 因为那种人 人们能正确理解和认识圣经吗 绝对不能 上帝已经明确地下了这种结论 圣经表面上好像是用我们能理解的文字做的记录 但其中所隐含的意思 即上帝奥秘的旨意 却不是人们通过阅读就能理解的 无论怎么观察 分析 了解圣经66卷话语 也无法发现上帝所隐含的旨意 因此上帝说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被允许知道天国奥秘的人 是在什么诫命中的人呢 在上帝诫命中的人 没有被允许的人呢 都是在人的诫命中的人 在我们看来 那些神学博士或研究神学的人 一定掌握了更多神学知识 但对于得救的道路 上帝却说 没有允许他们知道 上帝若不急于打开伊甸园中 生命国的道路 那么有能打开的人吗 没有任何人能打开那条道路 这都是相同的道理 圣经66卷 上帝都已经封印 所以上帝若不来临开启 就没有人能理解圣经中所有的教导 即使看诗篇也会认为 这究竟是诗还是预言呢 若查看大卫的行迹 就很难判断 这究竟只是以色列第二代国王大卫的个人历史 还是上帝想要通过大卫的历史 要小于我们什么 实在很难判断其中有什么旨意 上帝说 只叫你们 不叫他们知道 我们通过以色亚书29章 来查看一下此答案 看29章11节话语 所有的末世 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 人将这书卷交给十字的 所有的末世 指的就是整本圣经 整本圣经 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 若和尚书 说 请说说书中的内容是什么吧 有能说出的人吗 这和闭上眼睛是一样的 说所有的圣经话语就与此相同 人将这书卷交给十字的说 请念吧 他说 我不能念 因为是封住了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十字的人 说 请念吧 他说 我不十字 十字的人因为无法解释 所以说了一个借口 不十字的人也说 因为我不十字 所以根本无法知晓 他们都在说相同性质的话 继续看十三节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怎样呢 尊敬我 心却如何呢 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是领受谁的吩咐呢 他们将人的吩咐作为教训 因为他们领受了人的诫命 所以上帝说 会兴起什么属灵的启示呢 继续看十四节 所以 我在这百姓中 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 智慧人的 什么会消灭呢 智慧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这里的他们 指的就是 领受人的吩咐之人 说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所有的圣经教导 上帝 都用半偶句 连在了一起 所以 我们无法任意 这样或那样 解释圣经 这都是 上帝 联系在一起的话语 领受人的吩咐 和诫命的人 智慧会消灭 聪明会被隐藏 家庭中 若是有父亲 当然就会有母亲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可是 他们主张说 有父亲上帝 却否认母亲上帝的存在 然后还说 有儿女 再无知的人 都知道 这浅显的道理 有父亲 有儿女 这能理解 可是 无法相信 有母亲上帝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告诉了我们答案 智慧者的 智慧消失 聪明人的聪明 被隐藏 现在 正在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此成就 成就在怎样的人身上呢 遵守 人的吩咐 和诫命的人 现今 世上 存在数万种 人所制造的节气 圣诞节 星期日礼拜 感恩节 他们都在遵守 自己所造的节气 而不遵守 上帝所制定的节气 这真是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如此情 却还在 呼喊谁呢 上帝说 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但心 却怎样呢 心 却远离我 他们都在 领受人的吩咐 因为他们 认为那种教导 是对的 因此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因为他们的智慧消灭 聪明被隐藏 所以 圣经 虽然是上帝 所赐予的 神圣 伟大的话语 可他们 却仍极力地 藐视 废除 违背 上帝的命令 和法度 因此 阿摩斯贤之 称现今时代为 没有灵的粮食 和水的时代 众人 为了寻找 这灵的粮食 从东到西 往来奔跑寻求 但最终 却无法得到 经上说 这种状况 会临到 众人的身上 并直言 那种状况为 黑暗 幽明 说 那是幽暗 会遮蔽他们的眼睛 耳朵和心灵的时代 我们一起看一下 以色亚书六十章 看六十章一节话语 兴起 发光 因为 你的光 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 发现照耀你 看啊 黑暗 遮盖大地 幽暗 会 怎样呢 说 黑暗 会遮盖大地 幽暗 会遮盖万民 现在 灵的状态 正是这样 这是让人 非常遗憾的事 不是吗 一起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十章话语 看约翰福音 十章 二十六节话语 只是 你们不信 因为 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 有什么特点呢 让进入西安 就进入西安 要遵守上帝的诫命 我是为了 叫你们得福 是为了你们 而制定的诫命 上帝的羊群 都会听这声音 并照此遵行 顺从 实践 所有的教导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怎样呢 跟着我 上帝的百姓 无论上帝 赐予怎样的话语 都会跟随 但 领受 人的诫命的人 却不会顺从 上帝的教导 所以 即使天上母亲 来到了这地上 也没有人认出母亲 天上父亲来临 也没有人迎接 但我们 却得到了 无比的恩典 和祝福 上帝 给我们 打开眼睛 耳朵 和心门 让我们 能正确领受 所有的 真理教导 各位 对 对 节期 有 顾忌吗 对 上帝的 诫命 有顾忌吗 我们 全都 欢喜迎接 感谢 上帝的恩典 上帝说 会引导 我们 去 喜安 照此预言 我们 听到 上帝的声音 而走向 上帝 正在 领受 做 上帝 儿女的 印 上帝的 百姓身上 始终都伴随着 遵守 上帝 诫命的 特点 不是吗 启示录 十四章 十二章中 都对此 做了记录 先知者们 在 启示中 对 守 上帝的 诫命 和 耶稣真道的 妇人 其余的 儿女 做了说明 一起看一下 约翰福音 八章 四十五节话语 我将真理 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 不信我 你们中间 谁能指证 我有罪呢 我既然 将真理 告诉你们 为什么 不信我呢 出于上帝的 B 怎样呢 听 就是 领受的意思 是吧 领受 上帝的话 你们不听 即 之所以 不领受 因为 你们 怎样呢 不是 出于上帝 用 人的吩咐 教训 就 甘心 领受 用上帝的 诫命 去教训 就不领受 还说 那 不是 异端吗 至今为止 从来 没听说过 这是 当然的 这消息 是 现今 时代的人 第一次 听说的 消息 以色列百姓 在 一千五百年漫长的岁月中 通过 载羊和 山羊的方式 遵守的 逾越节 耶稣 在两千年前 用饼和葡萄酒 怎样了呢 转换成了 新约 这在 那时代的人们看来 是非常重大的 转变 在 犹太人 还行 割礼的时期 耶稣基督 却说 要奉父子 圣灵的名 施禁礼 留下了 这样的话语 各位 上帝 为了我们 这些儿女 如此制定了 上帝的诫命 经常说 你们不听从 上帝的话语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 你们不是属上帝的 即使 将再好吃的草 给豺狼 他们会吃吗 狮子会吃这些吗 即使将再好吃的肉 给羊 羊会吃肉吗 不会吃 也无法吃 羊有羊的食物 狼有狼的食物 因此 豺狼听从人的吩咐 羊 遵守上帝的诫命 因为上帝 已经这样创造了他们 让他们吃这样的食物 所以这是无法更改的事 食肉动物 要吃肉才行 食草动物 要吃草 才能维持 自己的生命 我们上帝的百姓 不守人的诫命 而守什么诫命呢 圣经在告诉我们 上帝的百姓 靠上帝的诫命 而活的原因 就在于此 各位 圣经的所有话语 能废除吗 绝对 不能废除 对此话语 我们通过约翰福音 十章三十五节 来查看一下 经上的话 是不能怎样的呢 是不能废的 圣经中记录的 所有话语 人不能随私意说 这个就当它不存在吧 去掉这个 删除这个吧 经上的话 是不能废的 上帝在西安中 西安是首圣节的城 节期就是上帝的诫命 这所有话语 都绝对不能废除 上帝为了赐福给上帝的百姓 而赐予了上帝的诫命 还有要进入西安中的 这所有话语 是绝对怎样的呢 绝对不能废的上帝的教导 就像耶稣说的一样 你们之所以不听上帝的声音 是因为你们不属上帝 而且也不必疑惑和怀疑 人们为何不明白圣经 因为上帝这样创造了 属灵的事件 智慧人的智慧怎样呢 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所以他们绝对无法知道 在我们看来 他们好像很了不起 很优秀 但在上帝眼中 他们就好像 没有内存的电脑一样 像一台没有硬盘的电脑一样 成为这样的立场 真诚地将永远的感谢 荣耀和赞美 献给赐予我们 这种祝福和节气的 天上父亲母亲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继续